一辆小货车围停巷口 车上男子见到远景 却是拔腿狂奔 五名来一男子 驾快脚步四处逃窜 一路追进小巷子内 狗急跳墙 奋力爬上围墙 整个人翻了进去 没想到剧情神展开 不偏不倚翻进的地方 刚好是台北看守所 当场来个瓮中捉鳖 这下都别想跑 原来他们是逃逸越籍移工 日前碰见警方巡逻 五人看到警察就心虚转头逃跑 被鸣笛追捕 其中两人翻墙 殊不知这是台北看守所外巡逻道 当时看守所副所长 正好带阵风会计三人 认识所内环境 突然两名男子翻进来 还自称警察在追他们 副所长立刻锁住铁门 等待警方抵达 将人压制逮捕 前来你日出国及移民法 移送专情队 可能怎么想也没想到 自己一番竟是掉进看守所 还摔得满身试伤 以为非毛腿能躲避茶器 非法滞留 还将带伤遣返 记者叶维林范雕 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